同学们大家好 之前给大家讲过 每一个组件都有自己的prop参数 这个参数是从副组件接收的一些属性 那么这节课我们将给大家讲 在接收参数的时候 我们如何对参数的类型做教验 如何定义参数的默认值 这里就涉及到两个基础的概念 叫做prop types和default props 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两个概念是怎么一回事 打开之前我们写的代码 进入到todoitem这个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todoitem可以从副组件里接收几个属性 首先第一个属性叫做content 第二个属性叫做deleteitem 第三个叫做index 其实它们都是由副组件传递过来的 那我们知道content应该是一个字符串 deleteitem应该是一个函数 index应该是一个数字类型 现在我们这么写 即使副组件传递过来的content不是一个字符串 它是一个函数 程序也不会报错 但是假设副组件向组件传递content的时候 并没有传一个字符串 而是传一个函数的话 那实际上代码是有问题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们说我这个组件要接收什么 它的类型是固定的 副组件不能乱传 那么我们就可以借助prop tabs 做一个属性接收的强调验 使用prop tabs 第一步我们要引入prop tabs import prop tabs from prop tabs 我们的这个脚手架工具里呢 已经自带了prop tabs这个包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引入prop tabs 那下一步大家来看我怎么做 首先我的组件名字叫做todoitem 我写在最下面 然后呢我要对它的prop 也就是它的属性做强调验 所以呢这块我写一个prop 对什么做调验呢 对它的类型做调验 所以这块呢 其实整个的这个属性叫做prop tabs 接着让它等一个对象 它的意思就是 我要对todoitem这个组件 做属性的校验 你要对哪些属性做校验呢 首先我要对content做校验 我要求它的类型必须是字符串 接下来我们可以这么写 tops.stream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content这个prop 它的类型必须是一个 stream类型 stream类型呢 是从prop tabs这个包里拿到的 所以这块呢 要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prop tabs 一定要和上面你引入的 这个prop tabs一样 包括手字母大写 都要一模一样 不然的话会包错 但是这个prop tabs你要小写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 你还要接受一个delete item 它的类型是什么呢 prop tabs.r 它应该是一个function 所以呢你要写一个func 意思就是delete item 这个接收的属性 必须是一个函数 同样那么index呢 必须是一个number throb tabs.r number 当我们写了这坨代码之后呢 我们到网页上来看一下 刷新 我们在控制台里来看 我输入内容123 提交 没问题 我删除也没有问题 不会报任何的错误 为什么不会报错呢 因为本身我们传递数值的时候啊 content呢就是字符串 belete item就是函数 index呢就是number 所以肯定不会报错 那假设 我要求index的值 必须都是strim 这个时候我们保存 再回到代码里面 这里呢我们写一个123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会报错了 说什么呢 说子组件呀 接收index的时候 希望它是一个strim类型 但是副组件传递过来的 是一个number类型的数据 大家明白了吗 这就是prop tabs的一个作用 它可以限制 要求副组件 给我这个子组件传值的时候 传值的类型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一般在开发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都建议大家 把prof tabs给它写上去 这样的话呢 一旦你做传值的时候 有一些值传的不对的时候 它就会给我们一个明显的警告提示 比如说呢 我们打开to-do list 在这里呢 当我们去循环渲染子组件的时候 它就来看 代码在这里 我呢会做一个循环 去渲染子组件 传递content content的内容呢 是一个item item呢来自于list list里面的数据呢 都是一个个的字符串 所以现在是没问题的 假设呢 我content这块写死 写成一个123 写成数字 这个时候保存 大家来看 点击 我随便输个ASD 这个时候 往自主件传呢 就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自主件就会爆错说 你传递的内容 应该是一个字符串 但是你现在传的是一个number 它就会给你一个警告 大家看 这是一个警告 它呢 不会阻止程序继续的执行 但是呢 只是会给你一个 代码上的一个提示 对开发是比较友好的 所以这是prop types的一个作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 我把这呢 恢复一下 恢复成正确的一个形式 index 然后呢 应该写成prop types.number 有的时候呢 大家来看 在这里 我又定义了一个什么 我又定义了一个 叫做比如说 test这样的一个变量 它呢 也是从哪里来的 test 我要求也从负责这 传递过来 然后呢 我在content前面 去显示test 横线 content 保存 大家觉得这个时候 代码会不会爆错 我呢 要求负组件 传递一个test过来 然后呢 在自主件里 我把test显示一下 但是实际上 副组件 在去使用子组件的时候 有没有传递test啊 它只传了content test并没传 这个时候 我们看看页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刷新 我说一个hello 以及提交 大家可以看代码不会爆任何的错误 只不过你前面的这个test没有接收到 所以呢 它就不会显示而已 那实际上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我们要求什么呢 要求你tap test必须传 而且是一个什么呢 也是一个string类型 这么去写 我们保存一下 再来看 刷新 我写一个hello进来 点击提交 test没传 但是你要求test是一个string 它并没有传 它也没报错呀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呢 如果没传 它就不会做这个string的检测 因为它发现你根本就没传 所以prop tabs 这块代码就不生效了 其实你可以在后面要求一个什么 is required is required代表什么呢 代表test 现在要求它必须是一个string类型 而且呢 它必须要传递 is required表示 我必须要在副组件里 向字组件传递 如果不传递呢 它是会报警告的 当我们把is required写上之后 再到页面上 我写一个123 大家可以看到 test应该存在 但是呢 你没有传递 这是is required的一个用法 那讲完这个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先写在这儿 有的时候呢 我要求你副组件啊 必须给我传一个test 但是有的时候副组件确实就没办法给你传这个test 那么我们可以给test定义一个默认值 来解决这个报错的问题 那默认值怎么定义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讲到第二个指示点了 叫做default props to do item里面 我要接收很多 props 那么呢 我可以在这写一个default props default在英文之中 它是默认的意思 props是属性的意思 默认属性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在这一样写一个对象 test让它等一个 hello world 那么我们翻译一下 它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的to do item要求副组件呢 传递一个test给我自组件 它的类型是stream 而且必填 假设你没传的时候 我会给它一个默认值 给谁默认值呢 给test一个默认值 默认值是什么呢 hello world 这个时候 即使副组件没有向自组件传递test 也没关系了 因为在这里你定义了一个默认值 默认值是hello world 保存我们到页面下来看 刷新 我呢写一个abc.t交 大家可以看到不报错了 而且test可以显示出来 大家看test有值了 它的值是什么呢 是这个默认值 讲到这里 大家就应该知道 一个组件 它的props和它的default props 各自的作用了 props指的是 我这个组件要接收外部传过来的prop 它的类型呢 我要做一个校验 那我都可以写在props里面 default props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副组件没有向自组件传递对应的属性 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自己在这里面定义这个属性的默认值 当然呢 我们这里讲的prop tabs和default props 讲的很简单 那大家呢会一起来打开react官方网站 学习更深入的内容 打开react的官网 我不建议大家去看中文的react的官网 因为它比较滞后 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几天的时间 现在react已经更新的16.3.2这个版本了 它呢又推出了很多新的功能 我们呢在这儿先点开docs docs指的是文档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右侧有个quickstarted 这块呢我们把它收起来 这里有个叫advancedguides 高级的指南 我们点开这个advancedguides 在这里呢我们往下去翻 有一个内容叫做tap checking with prop tabs 我们点开这里 这块内容就是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内容 那英文你看不懂没关系 我们直接来看demo 那就来看首先啊 你要引入prop tabs 然后呢grating这个组件 会从外部接受一个name name的类型必须是一个stream 这块内容相信大家都能看懂了 那么我们再往下去翻 其实这里呢 prop tabs里面你不仅仅可以写string 你还可以像我一样写number写funk 其实还可以写什么呀 还可以写array 要求这个传递的内容必须是一个数组 对应的呢我们可以这么写test 如果你希望它是一个数组呢 那你就写成array就可以了 再看 你还可以写symbol es6里面的symbol语法 你还可以写node 指的是一个节点 你还可以写element 指的是一个react的元素 也就是说我这个接收的内容 是一个react的元素 再看你还可以用instanceoff来判断 你接收的这个optionalmessage 是不是message的一个实例 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呢prop tabs可以做非常丰富的代码的检测 那假设我有这样一个需求 我说什么呢 我的这个content内容 不仅可以是一个string 还可以是一个number 也就是说既可以是一个string 又可以是个number 那我们可以怎么写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prop tabs有个arrayoff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替换掉content 写成这个语法 意思是什么呢 content是number 或者是一个string 所以arrayoff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或者的一个语法 来帮助我们呢 要求content 要么你是一个number 要么你是一个字符串 所以它的语法非常的丰富 大家呢可以简单的过一遍 官方的demo里面的所有的语法 然后呢大致就可以理解到prop tabs使用的方方面面了 那再看往下翻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default props 在这里呢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解的 grating接收一个参数是name 它的default value应该是一个stranger 跟我们这里一样 我们接收的是这个test 它的default value default props 应该是hello world 讲到这里呢 基本上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完了react之中prop tabs的概念 说到这呢 我就再来给大家讲解一下react的最佳学习方式 那我建议大家呢 首先在课上把我讲的内容呢 完全消化掉 然后呢课下 大家一定要自己来读react的英文文档 比如说今天我讲了prop tabs 那大家呢就应该把这段的文档完整的读完 但是呢 我想呢很多同学英文不是特别好 所以读英文文档是有困难的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购买正版的课程 因为呢 如果你学习课程的时候遇到任何的问题 这个时候你可以及时在留言区和我 包括和其他的同学及时的交流 这样的话 即使英文不太好 你学习起来也不会有大的障碍了 好了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 那这节课程会呢 感谢观看